嘉义夜市有一个经营三代的日本料理摊 生意曾经差到几乎要关门收摊 但是第三代姐弟俩都有自己的工作实在是走不开 眼看老摊就要吹齐灯号了 终于女婿鼓起勇气站出来借下担子 她说给自己五年的时间 如果真的做不起来再继续回到饭店当员工 后来靠着好手艺和加倍的用心 最后拼出了好业绩 这股拼劲让传统的日本味道继续在夜市飘香 阿嬷希望有人接 她就是会舍不得 可能是她一生的努力吧 所以你就赶快做一个厨师老公 就刚好遇到 所以被设计的 被设计的 对 就刚好遇到 巧合吧 醋饭 蘸点芝麻 捏着阿嬷四十年前的寿司基本款 夜市长大的江玉玲嫁给楚厨吴炳宪 老是被亏太有心机 因为就是看准吴炳宪的一手好厨艺 刚好可以了了阿嬷的心愿 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 因为这一家也是背负了 他们家族上的荣誉 对啊 因为曾经也是一滩江卫圈 两活三四个家庭 待过饭店 知名餐厅 做过西餐 日本料理 从没独挑大梁 但要不需要扎实训练 一个人实在也撑不起一个场 你也不可能说 你回来接班后 整个味道都跑掉了 可能是现代的口味 但是你这样的话 可能整个客串会搭散了 我花售师的特色是 我们食材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包括我们沙拉 浆浴纸烧这些 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还有应该现在比较少 人家在用这个葫芦干 这也是我们自己卤的 起风 寿司米饭的水 就得多添 以免几秒钟就变硬 尤其户外不比室内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卷花寿司 打沙拉 熬煮蔬菜柴鱼汤 再半个超人气薯泥沙拉 夜市出摊前还要拼的是 日本国民美食玉子烧 要坚持自己做 可能是比较龟毛吧 变龟毛 对啊 像有人说 你为什么不多请几个人 你这样很轻松 但是东西没有经过我的手 我就不高兴啊 但亦经过五次的层层叠叠 最终变成香而不甜蜜的蛋卷 竹帘整形后 这一道江户时节的点心 印证了美食无国界 成功停进台湾的夜市场 但是拿去文化路就好了 这个 餐子要推啊 来回可能食趟吧 这里到文化路来回食趟 对啊 餐车还有桌子椅子要推 对 没有的 对 这也是蛮艰苦的工作 我觉得 这是你每天的健身运动啊 对 但我也不知道每天这么推这么累 也都不会瘦 那怎么样 要坚持下去 可能还是会坚持下去吧 因为既然扛了这个扛棒的话 也不可能说轻易说累了就退缩 或者是怎样 对 非常的大一只 也还OK啦 你这两个十里哦 没有没有没有 等一下 看体重人家就怕我了 夕阳七弦 百万大伞撑起 手边的工作像是越做越多 费工串得直挺挺的虾子 得赶紧洗三温暖 炸虾 凉拌都需要它 用火的习惯了啦 因为火的 火了跟冷冻的真的是有差 口感差 差很多 对啊 因为最主要小朋友都会吃 我每次买四斤五斤 就要预留一斤他们的 夜市吃出生活的矿位 既要粗活 也要细工 老一辈占下的金摊胃 顺利交帮给这位女婿 这个叫守财灯 那个是招财灯 这个是守财灯 有钱要守的都少有用 既要招财 又要守财 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因为摊上高挂着 不满岁月痕迹的老招牌 被他的招牌 一个木头招牌 在嘉宇就是一个块木 就是很有名的 焰火汇出鱼肉层次 入口即化的口感 博得抛客肯定 夜市做生意 动作快很准 就像手上的利刃刀刀精准 他靠着十多年餐饮经验 聊住客人为人 这是鱼蛋 这是章鱼 还有蟹肉 这盘叫做我们的综合沙拉 有没有情侶掉下来的 一定有的 那虾子你看那边 从火的变成可以直接吃 虾手就不知道扎了多少洞 豆皮小份的 然后两个面 玉子烧跟三个茶碗真好 我们来先点一份吃吃看 心里想说好吃我们再来加点 还有招牌 对 五 六 六份 可是好可惜喔 我们绕了一个台湾过来这样 结果 结果 我们要点的东西他都没有了 只剩下豆皮寿司 还有这个卫生汤 虽然东西很少 但是还是很好吃 比较厉害的是他 这个寿司已经是最后一份 现在才七点 往往第一个被秒杀的 就是花寿司 卖完了才在做 所以一整晚得摊子 工作室两边跑 自己打的沙拉酱 冬夏口味有别 自己卤的葫芦干 综合酸气和甜味 当年阿嬷和岳母卖党粮 口味单一 她减鹽减糖 增加炙烧 炸物 凉菜 跟着趋势走 有人会拿你跟长辈来做比较 会 他们说我以前怎样怎样 现在怎样怎样 我都问他说 到底是变好还是变不好 变好 我说好就没问题 因为我原先回来做的话 只有四张桌子 就慢慢加慢慢加 加到现在 十三十四 金风送爽 迎来一泼泼长千客 只有老天爷一整晚赏脸 摊头只灯一亮 往往生意就明完没亮 那我二桌的寿司去了吗 去了啊 去了 去了 好 你先喝汤汁 好 你先喝汤汁了 单子 我就是单子太多 你先喝汤汁了 因为一次就很多 你说什么 二桌汁 一个礼拜就休 可能三四天四五天跑不掉 是不是生意不好 对啊 整个你老个裤 什么都散掉了啦 你还敢接喔 对啊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被我老婆下名文汤 我是double按五年啦 如果五年没办法 我就放弃了 说是五年 结果现在一做已经十二年 放弃早已抛在脑后 客人做风产的原因 可能是价格也比较清明了吧 低价格的其实没有很多 明明是江家人的传承 但油汤里的辛苦 把第三代的姜宇玲姐弟 都给吓跑 一心只想脱离 我到结婚之后 我还是不想做 然后他叫我辞职回来的时候 我是千百个不愿意 一直到了吴炳县接手 姜宇玲都还在惊 直到发现生意有起色 老公实在忙不过来 他才妥协 对 大的小的呢 小的 小的 好 当一直在看医生的时候 你觉得很烦 看医生 对 为什么 因为手会痛啊 脚会痠啊 腰会痠啊 然后会痛啊 哪里痛哪里痛的啊 或许正因为专业度高 费工又耗食 文化路夜市里 始终就只有这么一家 日本料理摊 做别人不想做的 扛别人扛不起来的 江家卫里更多了分 女婿的勇气